我是大师兄 这是我第一次玩吃鸡 只因为我在宝箱里 开出了一个滑板车车 接着就莫名其妙地 被一个满边追了半张地图 打没太快了吧 可是我能力不足 不能像人家战神那样 轻轻松松就可以一维四 只能被人家追着的 什么嘛 原来是四个人机呀 话说这游戏人机也能做对了嘛 小分的真谛就是敌不动 我不动 敌若动 不是吧 怎么又来了一个满边队呀 这游戏就喜欢四个欺负一个嘛 关键是我也不会手楼什么技巧啊 反而得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 那就是联系神阵 STE电子剑技俱乐部 事业选手拍打青 现在这个状况 只能向他求助了 怎么了大师兄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是这样 我现在位于一个二层假车库啊 这会儿就趴在二楼羊宰上不敢动 这楼下有一个满边队 我该怎么办呀 你先别急 听我跟你说 他们要是攻杀来了 你先到二层羊台主寿舍公园 在架子 打倒于人后 转移到二层羊台门后 架子低心进屋 接着从羊台上搬下去 从后面偷低心背身 好贝的 我们在家直播 都说分配太高了 在下午之间 1103太高了 来都没口 肉半饭水 给你高了 回家连路费 各位都给你教了 原来是四个高级人机啊 你别笑 我还是要谢谢派大青 给出的首楼小鸡脚 嗯 不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你们看 没错 我又被满边队追杀了 难道我大师兄 就这么人见人爱吗 下来这次我真的要坐下档飞机了 原来是跟刚才一样的高级人机啊 这都快决赛圈了 最后一个人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害得我这四百多码 追击子弹 都没地方使 看来这个游戏真的不适合我 还是谢了吧 啥 这不准就吃鸡了 这游戏太简单了吧 好吧好吧 站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 你今天就不谢了 明天再说 搞笑 我是认真的 我是大师兄 点个关注吧 嘿嘿嘿嘿嘿嘿嘿